上周我们做了苏州袭击苏州日本人学校校车的那期节目 当时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还不知道挽救校车上那些日本孩子的引导员的背景 在我们节目做完之后的第二天 苏州公安局发了一个公告 他说这个人名叫胡有平 他们准备授予这个人被见义勇为的称号 这个公告发出来之后 我看完之后心里特别的不识词文 甚至有些悲愤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公告写的实在是含含糊糊一言不详 他没有披露这歹徒袭击的是日本人学校的校车 也没有披露这个人想要攻击校车上那些日本孩子 甚至连胡有平什么时间去世的公告里都没有 说句心里话 当时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已经接到有人给我们讲 说胡有平已经去世了 只不过官方还没有公布 但是我们因为没有办法核实 就没有披露这个信息 我在想 官方为什么出台这么一个含含糊糊的公告呢 他怕什么呢 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 第一 他们不希望公众知道 这个犯罪嫌疑人袭击的是日本人的校车 袭击的是日本人的孩子 因为你想想 日本的这些孩子在中国上学 被中国的一个普通人拿刀去袭击 这会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也会引起中日关系的变数 中国政府不希望 看到这一幕 所以他把这个信息给隐瞒下来了 第二个他也不希望大家对胡有平 那个当时去世的细节有太多了解 他只是含含糊糊的说 他当时现场看到有人去袭击其他人 他去上去 去阻止 于是发生了搏斗 被连捅束刀 总而言之 他对这个新闻中间的中日方面的因素 他尽量的淡化处理 但是这个公报出来之后 就立刻引发了很多网民的愤怒 因为胡有平这样的一个人 应该说在这个时刻里头 确确实是在这个事件中间 挽救了整个中国人的形象 因为你想 一方面是一个中国人 拿刀去杀日本人的孩子 另外一方面 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挺身而出 挽救了这些日本孩子的生命 日本驻华使馆 当天就为胡有平专门下半棋致哀 他们上一次为一个中国人 下半棋致哀的时候 还是李克强总理的去世 而这一次 他们把这个下半棋的哀容 授予给了胡有平 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与此同时 很多日本的网民也都说 希望能够给胡有平捐款 都在为胡有平点赞 就在这种气氛之下 中国政府的态度 对胡有平发生了变化 就开始表扬胡有平 说他是善良勇敢的化身 但在我看来 这个新闻中间除了有胡有平之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 就是这个案件中间的犯罪嫌疑人 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要屠杀这些日本的孩子 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去袭击日本人学校的校车 他到底是受了什么蛊惑 去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呢 不知道 中国的媒体里通通没有报道 警方的公告里头也没有任何线索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日本媒体报道说 中国已经向日本有关方面通报 说这个人无业 没有工作 然后也没有什么亲人 生活绝望 于是开始报复社会 无差别的杀人 言下之意 不是针对日本人的 但我觉得这个通报信息里头 有一点疑点 什么疑点呢 就在昨天 中国的互联网 腾讯 今日头条 抖音 网易都开始收到通知了 要在网上清理仇日言论 说在这个事件中间有人造谣 说什么胡有平是汉奸 还有说日本人不杀光 怎么怎么样的 要把这些人封号处理 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要知道在过去的一二十年的时间里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仇日言论 那不光是大行其道 还能受到流量的这个推流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安倍总理被刺杀的时候 中国很多人在打着横幅 说庆祝安倍被刺杀 然后这些横幅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大行其道 没有任何人阻止 所以现在再去阻止这件事情 说从某种角度来讲 已经晚了 冰冻三只飞 一日之寒 我觉得这里头的事情的可疑就在于 这件事情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 他会禁止仇日言论呢 很大的可能是 就是苏州这些事件中间的犯罪嫌疑人 在交代他的犯罪信息的时候 犯罪动机的时候 他很可能是受到了仇日言论的蛊惑 甚至他可能就是一个仇日言论的 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宣扬者 所以有关部门害怕 害怕这个人的仇日言论 跟网上的这些仇日言论之间 有因果关系 于是开始在网上清理这些仇日言论 当然进一步的信息我们没有 我猜也不太可能有 但让我想起了12年前的那场U刑所事件 就是在西安发生的 因为那起事件中间 虽然是一个悲剧 但是媒体当时报道还算比较充分 既报道了受害者 又报道了失害者 尤其是过去他们10年的经历 基本都有媒体报道的信息 有记可查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回顾一下 那起案件中间 那个犯罪嫌疑人 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做出那个事件 其实对我们今天理解胡有平 理解苏州这起屠杀事件 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可以再来回顾一下 整个事件的经过 在事发当天的时候 李建立一家四口 是开着车要到建材市场 去选购一些装修的材料 车呢是一辆本田牌的轿车 在路过仙是环城西路的时候 遇上了游行的人群 而李建立的车被游行当中的 蔡阳和寻建奎两个人拦了下来 两人把车的后视镜砸了 随后发生了更大的冲突 在事发之后 蔡阳和寻建奎就逃离了县长 这个李建立被家人和交警紧急的 送往仙市中心医院 而医生诊断李建立为开放性的颅脑损伤 2012年10月12号 蔡阳在老家河南南阳被先警方抓获 而次日 寻建奎也到公安部门自首 违法是迟早要付出代价的 不管打的是什么旗号 用的是什么名义 话说2012年的时候 中日关系 因为钓鱼岛突然发生了一个非常紧张的事态 因为钓鱼岛过去是个私人的岛 后来东京有一个知识 叫石垣圣太郎 这个石垣圣太郎是个作家 同时也是个右翼的代表 右翼 大家都知道在日本 它主张跟中国使劲搞的 所以石垣圣太郎当时搞了一个计划 就准备从私人手中 把钓鱼岛给买过去 买过去 他自己说了 他就要在钓鱼岛开发 搞旅游 因为钓鱼岛过去虽然是一个私人的岛 但是日本政府 为了避免刺激中国 他禁止钓鱼岛上 日本国民随意上岛 如果石垣圣太郎要是搞这个计划之后 那中日关系 那还不是火药桶一样爆炸 所以日本政府就非常紧张 所以他们就推出了钓鱼岛国有化 那意思就是说 我把这个钓鱼岛 从私人手上买回来 然后实行国有化 实行国有化的好处就是说 我可以制定政策禁止其他人登岛 但是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之后 中国的网民解读是什么 说日本政府想要把钓鱼岛国有化 那就是想永远窃取钓鱼岛 于是中日双方的民间情绪就拉高了 剑拔弩张 中国很多城市就开始爆发了反日游行 当时北京 天津 济南 成都 青岛这些城市 都开始爆发大规模的游行 我还记得当时很多人还指向这些什么日系车 日系产品的这些人 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就是开了一辆日系车 很多人还当时在网上威胁我 说你王局你小心点 你开日系车上街 你小心给你砸了 大家都知道 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火药味 在这一年的9月15号 西安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日游行 就是在这场游行过程中间 发生的那场著名的游行所事件 这场游行所事件就发生在那一天的下午3点40分 有一个游行中间的爱国青年 我们说这个爱国青年就打着引号的 他用游行所把一个日系车的车主脑袋上 连续砸了四下 后来这个车主送到了西安交大第二副主医院 抢救 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但是这个人就跑了 这个人跑的是 因为当时现场有很多人拍的照片 他当时砸车的时候 砸这个人的时候 他光着膀子 但是在他砸人之前 砸车之前 他已经开始砸了很多其他的汽车了 所以有些人拍着他的照片 这个人当时穿着一个白色的T恤 T恤上写了一个D 就这么点线索 后来西安警方就开始查找这个人 披着爱国的这种外衣 但其实是在犯罪 这是完全两回事 我们可以看到 9月15号 事隔6天之后 21号 西安的公安局 接到西安日系车车主 李建立被游行队伍中 不法人员打伤 报案后立即立案侦查 随后成立专案组 连夜展开调查走访工作 那么我们看又隔了将近五六天的时间 最新的进展 现在呢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两 一张正面的照片出现了 应该看的是比较清楚的 对吗 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已经疯狂到了什么地步 刚才还穿着这个白色的T恤 现在这已经是光着这个膀子了 来实施这种犯罪的这个行为 那么西安警方也公布了举报电话 我们特别想对这个犯罪嫌疑人说 赶紧自首吧 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是全国大家都在关注 如果你自首的话 路可能还宽一点 否则不自首的话 路就会越走越窄 17天之后 这个人呢 在他的河南老家被抓到 大家才知道 这个人叫蔡阳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 蔡阳也包括那个日系车主 被砸的那个日系车主背后的故事 这蔡阳呢 出生在河南南洋啊 这个卧龙区 就是那个诸葛亮 当年公公于南洋啊 隐居在那里头啊 什么三分天下的 化血红图的那个地方啊 蔡阳呢 出生于1991年 他自己的家庭呢 有一个哥哥 还有一个姐姐啊 还有包括他自己的父母啊 他父亲呢 是个泥水匠 家里头生活比较贫困啊 据说这一家五口啊 住在一个破坊房里头 说一下雨的时候 外面下大雨 家里下小雨 父亲常年在外面打工 家里呢 就是母亲 种地带着孩子啊 他那个蔡阳呢 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啊 13岁的时候 他小学读到五年级 他自己就不学习了 就错学在家 然后就开始在外面打零工 说一天能挣50块钱 家里由于生活比较贫困呢 吃的也不太好 据村民有人说 说这孩子 那村子里有人卖肉的时候 他经常搞到后面啊 就去捡一些生肉吃 你可见在家里的生活贫困的程度啊 一转眼呢 他就到了18岁啊 然后呢 有一年 他的这个有一个叫表姑父 从陕西回来 因为他的表姑父呢 叫王超 在西安打工 就回来就跟他们亲 这个亲戚就讲 说在西安打工呢 挣的比较多 因为他做泥水酱嘛 说一天能挣200块钱 那么这个 蔡阳听说之后就特别兴奋 因为他家里到一天打工 就挣五六十块钱呢 他就想跟这个表姑父啊 到西安去打工 他表姑父一开始还不太愿意 说觉得这个孩子啊 不太好管 这个也不太听话 最后呢 家里人就说 哎 这个你还是带带他 然后呢 保证给你好好干 于是呢 就是蔡阳 就跟着他的表姑父王超 到了西安 建筑工地开始打工 一开始呢 他跟他自己的表姑 学手艺嘛 泥水酱的工作呢 其实也不太复杂 其实就是砌呢 砌墙啊 什么之类的啊 这他当年呢 也只有十八九岁嘛 小伙子啊 据说是那工作比较辛苦 还从那墙上掉下来过两次 在他表姑父那工地里 干了大半年之后呢 手艺学成之后 他就到别的建筑工地 开始干活了 从这之后呢 他差不多一天能挣200多块钱 也真的实现了他此前的梦想 那一个月呢 就加起来能挣个六七千块钱 据说到2011年的时候 他说他好的时候 一个月差不多能挣万把块钱 应该说这个收入不算低啊 他平时呢 什么爱好呢 从他辍学开始 基本上有钱之后就去网吧 在网吧里头主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游戏 打那些枪战游戏啊 第二呢就泡那些贴吧 因为当年那互联网就是泡贴吧为主嘛 贴吧里头都是各种各样的暴论 他当时呢也在贴吧里头经常私混 还有QQ的空间 就他自己讲 他当时非常苦闷 一方面没有女朋友嘛 另外一方面就在网上打这些游戏啊 应该说他受到网上这个严重的影响啊 有一个细节 就2011年的时候啊 就说他自己啊 给他自己的项目经理 奥迪车上撒了一泡尿 那你想想 奥迪车是 是外国车吗 他就在项目经理呢 往奥迪车上撒尿 你可见 他当时的这个言行啊 本身已经有些苗头了 那么2012年9月15号这一天啊 他本来是到工地里头 跟他自己的两名工友 一个姓孔 还有一个姓荀 他们一起去上班 到了工地之后发现啊 这工地那天因为停电 就停工了 于是他们没办法 这三个人呢 就结巴坐公交车 回到自己租住的地方 这公交车开到玉香门的地方 就走不动了 因为这时候正好碰到了游行的队伍 这一天呢 西安的这个游行啊 一开始是一些大学生啊 也包括社会的人组织的 他们出发的地点 是在这个大雁塔的北广场 然后沿着西安城里头 那个城区里头走啊 目击地呢 是那个西安市城中间的中古楼 但是当天啊 在12点左右的时候 那路上就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 所以当蔡阳和他的三个工友 走到玉祥门的时候呢 实际上他这个公交车就没法走了 他们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下车看热闹 一看听说是游行 游行在中国那是很稀奇的事情 你想想在中国什么时候可以游行呢 你过去 那你只有在十一天安门广场的时候 欢迎祖国这个生日你可以游行 你其他的时间 老百姓敢上街游行吗 不敢呢 所以大多数中国老百姓 看见游行的时候很好奇 这蔡阳跟他的三个工友 就加入到了游行队伍 据说他当时还花了35块钱 买了一面国旗 35块好贵 他们走到游行队伍之后 没多久就看到前面就开始乱了 就开始打砸 西安的这次游行 最早就开始出现了失控的情况 应该说其他的城市 基本还没有 他们都说走到那个西大街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人开始砸那4S店 砸那日系车的4S店 然后翻墙进去开始砸日系车 还有两名日本的游客 现场也被都受到了袭击 最夸张的是有一个人 就算拿着尼康相机 在现场拍照 也被这些游行的革命群众 都把这个相机给砸了 在这个过程中 蔡阳跟他的同伴 就血性就开始冒上冒 据他自己讲 他们三个人 过了御墙门之后就走在了 其中那个姓孔的人 人家后来没有参与打杂 就回家了 而这个巡猫跟这蔡阳 两个人就开始参与到打杂了 那么这个巡猫就在地上拿砖头 开始砸车 而蔡阳当时走过去的时候 就发现旁边有一辆电动车 这电动车的脚踏板上 有一个U型索 他就把那U型索 抄到自己的手里头了 当他们走到环城西路 铁塔斯路口北100米处 这个时候有一辆日汽车 丰田汽车就开了过来 这辆丰田汽车 这个车主名叫李建立 他其实是一个 二手车的车行的老板 那天他正准备 给他自己儿子装修房子 去到建材市场去买灯 结果没想到 也撞到了游行队伍 车就开不动了 结果他车停下来的时候 寻宝拎着砖头就过来了 就开始砸这辆车 他先是把挡风玻璃给砸碎了 紧接着就把车的后视镜给砸掉了 那李建立就不干了 李建立就上去 就把他那个手上的砖头给抢了过来 他抢了过来之后 跟着寻宝在那理论的时候 结果蔡阳拎着游行所 就过来之后就边砸边骂 结果这时候李建立一看 他要拿游行所要砸这车 就上去用砖头 一下子拍在了蔡阳的脑袋上 当时就冒血了 蔡阳当时一看自己脸上冒血了 一下子就发火了 就拿起这个游行所 对着李建立的脑袋就光敲了一下 当时这个李建立身子就软了 就躺到了旁边一个面包车上 结果就是这个蔡阳就冲上去 一下两下三下又砸了三下 全砸在了这个李建立的脑袋上 当时的李建立就躺在了地上 人就不行了 就周围很多人 当时因为智能手机已经普及了嘛 就很多人用照片 用视频拍下了这一幕 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钱买的 别砸行不行 我们买日本车不对 以后不买日本车了好不好 妻子的哀求无人理睬 而再回头 丈夫李建立已经被人砸倒在了地上 凶器是一把常用在摩托车上的U型钢索 这个蔡阳砸完这个李建立之后 还用他这手中的游行锁 把这个车的后备箱又砸了 砸完之后呢 他跟着寻卯的两个人 一起就汇聚到了这个游行的队伍里头 继续往前走 走到这个唐玉门那个附近呢 他把手中的游行锁就给扔了 回到家之后呢 他把他身上的那个T恤衫 就是他那个白色的T恤衫 还有那牛仔裤都脱下来之后 扔到了他住的那个潘家庄的垃圾桶里 但是他其实没有意识到 他当时啊 这个砸人的后果 晚上的时候他还非常兴奋呢 在那QQ空间还讲 说今天啊游行去了 明天还有 但是他当天晚上 他给他自己的姐姐打了一个电话 他说他去砸了汽车 他姐姐当时啊特别生气 说你砸汽车家里人赔得起吗 你砸汽车你得赔钱呢 当时啊 这一幕后来就上了新闻 结果第二天警方就开始查找通缉 这个砸日汽车车主的这个人 很快呢 因为网上有很多人拍了他的照片呢 于是呢就被人肉出来了 这蔡阳呢就没敢上班 就在他自己住的那个潘家庄的房子里头 躲了两个礼拜 9月28号这一天呢 他就逃回到他自己的家乡 也就是南洋卧龙区的李家庄 回到自己家里 他躲到房间里不敢出来啊 但是在农村那个熟人社会啊 你不敢出来 那风声是藏不住的 他自己回家里头 他还跟他妈说 他说啊 他惹了事了 但是呢 他是爱国的 他是爱国行为 但是没想到好多人事情闹大了 因为9月26号这一天呢 当时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一加一的栏目 白云松就在那个节目里头说 他说这就是犯罪 跟爱国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他当时看了这节目之后 他还不理解 他说他自己就是出于爱国的想法 去砸的人嘛 结果10月2号这一天 警察找上门 把他给抓走了 半年之后呢 他被西安市的法院呢 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赔偿对方呢 是25万 结果这个一审判决之后 那李建立的家属不干呢 人家上诉 那个蔡阳呢 也上诉了啊 就上诉就说 这个把人都打成这样了 能只赔25万吗 结果后来呢 终审判决呢 就要求蔡阳赔偿李建立家里的一共是52万块钱 这10年的有期徒刑 还是维持原判啊 但是啊 说实在的 蔡阳大家都知道 一贫如洗 他也没有钱去赔 所以呢 实际上李建立的家里头 也是拿不到一分钱的 这李建立啊 说起来啊 其实家里头啊 他们的命运也挺令人感慨的啊 这两口子啊 是在上个世纪 1994年的时候 就赶上了下岗潮 就下岗了 下岗了之后 这两口子怎么办呢 就凑钱买了一辆下力汽车 就开始跑出租车 因为当年的出租车啊 大概分白班和晚班嘛 这两口子啊 舍不得让这汽车停嘛 就老婆就开白班 这个李建立呢 就开夜班 两个人的24小时连终转 这就攒下了家里头啊 第一笔钱 后来有了一点钱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做什么生意呢 就做这个二手车的中介生意 由于他们那个头脑比较灵活啊 认识人也比较多 比较会来事呢 这个二手车的中介生意呢 做的还不错 后来呢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 他们就开了自己的店 然后还招了几个人 四五个人 就做这二手车的生意 说一年能挣十几万块钱 这在这个十几年前的西安 还是不错的 所以2012年的时候呢 他们儿子要结婚 他们就给儿子啊 装修新房 其实呢新房 已经装修的差不多了 在9月15号那天 李建立就带着自己的老婆呢 到建材市场 想帮自己的孩子那个房子里的买灯 没想到 就是因为这么一个事情呢 就撞到了蔡阳 于是悲剧发生了 这场悲剧发生之后呢 他们被送到了ICU啊 抢救啊 抢救了几天之后 李建立的命是保安了下来 但是呢 你想想 他的颅骨啊 当时都被打碎了 因颅骨被钢索击穿 造成开放性颅脑损伤 51岁的李建立 因为伤势严重 他的身体康复进展并不明显 这个腿现在能比那两天 有点劲 就是他不是右腿不能动吗 这两天好像可以动 小腿不能动 大腿可以 右手不能动 这两天好像脑子清醒了 反正来人激动得很老 爱哭 他爸爸俩人一见得 对着俩人那哭 现在我都不知道 这后腿哪呢 现在 在李建立的颅骨上 还留有一个 V字形下陷的洞 在9月15号的手术中 医生从她的伤口 清理出了数块碎骨 而六个月后 李建立还需要 接受第二次手术 以修复她破损的颅骨 没有人能够预计 李建立何时能够恢复 基本的行动及语言能力 我宁愿让我倒下 也不愿让她倒下 人家都全凭她了 我都是想不通 这次真实的横货 不通她能下手那么狠的 哎呦 我都想不通那些人 咋是东西 那当时治疗费用也是花千如流水啊 所以呢 他们家里头觉得这个事情啊 就匪夷所失啊 所以在2015年的10月11号 他们就把这西安市的公安局啊 给告上法庭了 就说他们不作为 怎么不作为呢 你想一想 就是说在中国 没有公安机关的默许和纵容 老百姓能去游行吗 而且很多人都说 那天在游行的过程中 很多老百姓 很多现场游行的人去砸 警察看见也不管 所以他们认为警察失职 结果他一告警察 警察呢就到他们家 跟他们谈办去了啊 说你别告了 我们给你赔钱 结果后来谈了一天半 最后呢 他们最后没办法 把起诉警察的这个 起诉书啊 给要回来了 然后呢 警察过了几天 给他们送了六万块钱 就这样 后来呢 这李建立啊 就一直在医院里住着 天天有警察看着他们 看着他干什么呢 就防止媒体的记者 尤其是国外记者来采访他们 这警察在他们病房里头 一直待了两年 最后在侧头 但是李建立呢 在这家医院里 足足住了八年 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 才出院 前后啊 所有的治疗费用 一共花了190万 刚才我们讲到了 蔡阳不是要赔他们 52万块钱吗 其实蔡阳哪有支付能力呢 后来在2016年的时候 当地政府 带蔡阳 为他们家赔偿了52万块钱 悲剧吧 直到现在 这个李建立虽然出院了啊 但据说是记忆力衰退 然后呢 人经常是推着论语才能走 这个家毁了 实际上蔡阳的人生也毁了 就是因为这么一起悲剧的事件 两个家庭都毁了 在蔡阳入狱的十年期间呢 有很多媒体啊 到蔡阳的家庭里去寻访过 2017年的时候 有媒体去找到他们家 他的父母呢 在蔡阳的事件发生之后呢 就离开了那个李家庄 跑到了西川县一个林厂去看林 所以一个月呢 只有1000多块钱 而且呢 还经常拿不到工资 家里的家徒死逼 2022年4月1号 由于在监狱里改造比较好 蔡阳呢 被提前半年释放 据说啊 她姐姐到陕西的监狱 把她接回了老家 据她村子里的村民讲啊 回到家乡的蔡阳啊 由于十年时间跟社会脱节 连手机都不会用了 这之后的蔡阳呢 就消失在茫茫人海里 再也没有媒体报道了 至今我们也不知道 蔡阳现在在何处打工 靠什么维生 应该说啊 一场悲剧 彻底改变了两个家庭 无论是李建立 还是蔡阳啊 他们的人生呢 都从毛中角度来讲啊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节目的最后啊 我还是讲讲我自己的看法啊 首先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这些所有的排外的仇日的这种势力也好啊 人物也好啊 他们最终啊 其实都是在伤害自己同胞方面啊 才能表现出强大的这种力量 你想想 他们能跨海到日本 日本来伤害日本吗 他能跨海到美国去击沉美国的航母吗 做不到 但是最终呢 他们都会把屠刀指向自己的同胞 你想想 当蔡阳啊 砸的是日汽车 但是那日汽车呢 也是中日合资的 那个卡罗拉啊 也是中国人生产的呀 他最后啊 那游行所砸的李建立 就是中国人呢 也包括啊 就是这个苏州事件 那个犯罪嫌疑人 他表面上他可能是想进攻 想袭击日本的校车 但最后倒在他屠刀下面呢 还是中国人的胡有平啊 12年前的那场西安的游行啊 据说经济损失啊 高达两亿元人民币啊 后来砸了那么多车 西安市政府自己出钱 帮着这些车主啊 免费修了汽车 也包括这个李建立他们家里头 那些代位赔偿的钱 也是西安市政府出的钱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 就政府实际上为这些爱国青年啊 表现出来的这种排外的这种破坏力啊 买了单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就是这种仇日的宣传呢 实际上是 是为这些不幸事件 或者说为这些暴力事件 埋下了种子 当时蔡阳啊就讲啊 他平时就喜欢看抗日神剧啊 在网上呢 就听人蛊惑啊 他砸了人之后 还在讲自己是爱国的呀 大家不要认为 网上那些仇日的宣传非常非理性啊 你要知道 真正最后表现出非理性的这个群体啊 多数都是一些文化程度非常不高 社会底层 然后生活不忘的人 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实际上分辨理性言论的能力 本身就不高 你要知道网上那些 那些仇日言论 受过正常教育的人 可能很多人都会嗤之以鼻 但是像蔡阳这些人 也包括像这个苏州 这个袭击 校车事件的这些犯罪嫌疑人 他们可能就会受到这些言论的蛊惑 他们可能就会在这样一种仇日的情绪呢 弥漫之下 做出非理性之举 所以大家不要用正常人的这种理性判断的能力 去判断那些仇日言论啊 他们的社会危害性 他们的社会危害性往往会超越我们正常人的理性的判断 你想想蔡阳 如果没有当时的那样一种氛围 他能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吗 我当时看到蔡阳的例子的时候 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为什么 就是蔡阳当天仅仅因为自己的那些工地里头停工 偶然发现了游行 加入进去之后 就做出了这个非理性之举 到底是什么原因 能让一个特别偶然的行为 爆发出这么大的破坏力 当然一方面啊 是群体事件中间的传染性 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在砸 都在砸各种东西的时候 人的那种内心的恶就会被激发出来 我不仿然有这一点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些人在扬起游行锁 拿起这个石头去砸人的时候 他们内心里头激荡的是一种 所谓的正义的快感 因为爱国嘛 因为在反对日本人嘛 因为是要保卫钓鱼岛嘛 所以呢 他可以为他自己的恶 披上了一层所谓正义的万一 所以很多人才可以那么肆无忌惮的 去行使那种恶 我觉得这就是那种反日言论 反日情绪在中国互联网上长期泛滥的结果 无论是游行锁 还是这次苏州事件 都是一脉相承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觉得中国政府要为这些事情 其实要承担责任 因为没有中国政府的默许 就不会有那些反日的游行 就不会有这些网上这些 畅通无阻的反日言论 仇日言论 虽然他现在开始说不许了 不许搞仇日言论 毁之晚矣 因为叫我说的 冰冻三尺非以日之寒 你现在你其实养货已成 潘波拉的盒子已经打开 你现在再想让这些 已经被你蛊惑起来的 这些犯罪分子的行为 你想制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要我讲 中国政府 他其实就是这一系列行为 过程中间的最大的责任者 诉说这个事情之后 我看网上有一个人评论 说的特别好 当时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 说胡有平 是什么正直善良勇敢的中国人 体现了中国人民的这个特点 这个评论说 你快别这么讲了 因为胡有平根本跟你们不是一回事 你们一伙的人 是那个把屠刀指向日本校车的犯罪嫌疑人 那个才是你们一伙的 我觉得这个评价说的真好 中国政府 你们要看到这句话 我觉得你们文心自问一下 这到底是不是事实呢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钱买的 别砸行不行 我们买日本车不对 以后不买日本车了好不好 妻子的哀求无人理睬 而再回头 丈夫李建立 已经被人砸倒在了地上 凶器是一把常用在摩托车上的U型钢索 我都是想不通 这只灯子都很滑 不通它那种下头那么狠 我都想不通这些人打灯 什么时候 我都想不通 我都想不通 我都想不通